今儿也行个酒令才有意思 薛姨妈等说 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 我们如何会呢 安心要我们醉了 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 家母说 哎 姨太太今儿个也过千起来 像是厌我老了 薛姨妈说 不是千 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 王夫人忙说 便说不上来 就便多吃一杯酒 醉了睡觉去 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 薛姨妈点点头说 依令 那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 这个自然 贾母说着便吃了一杯 凤姐忙走到当地说 既行令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更好 众人都知道 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 不听了这话都说很是 凤姐便拉了鸳鸯过来 王夫人说 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礼 端一张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鞋上 鸳鸯也就半推半就 谢了坐便坐下 也吃了一盅酒 笑着说 酒令大如军令 不论尊卑 为我是主 为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 王夫人等都说 一定如此 快些说来 鸳鸯没开口 刘姥姥便下了席 白手说 别这样捉弄人家 我家去了 众人都说 这却使不得 鸳鸯叫小丫头子们 拉上席去 小丫头子们也笑着 果然拉住席中 刘姥姥只叫 饶了我吧 鸳鸯说 再多言的 罚一壶 刘姥姥方住了声 鸳鸯说 如今我说骨牌付 从老太太起 顺领说下去 到刘姥姥指 比如我说一副 先将这三张牌拆开 先说头一张 次说第二张 再说第三张 说完了 合成这一副的名字 无论诗词歌赋 成语俗话 笔上一句 都要合印 错了的拔一杯 众人说 这个令号就说出来 鸳鸯说 好 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张天 贾母说 头上有青天 众人说 好 鸳鸯又说 当中是个五合六 六桥梅花 香» 香澈骨 剩到一张六合腰 一轮红日出云霄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这,这鬼抱住中回腿 说完,大家的笑说极妙 贾母饮了一杯 鸳鸯又说 该歇姨妈的啦 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个大长舞 梅花朵朵风前舞 右边还是个大舞长 十叶梅花领上香 当中爱舞是杂七 侄女牛郎会七夕 凑成爱郎有五月 世人不及神仙乐 说完,大家撑赏,饮了酒 鸳鸯又说 云姑娘对了 有了一副了 左边长腰两点鸣 香云就说 双旋日月照乾坤 右边长腰两点鸣 咸花落地听无声 中间还得腰四来 日边红杏一云栽 凑成樱桃酒熟 嗯,一圆却被鸟弦出 说完,香云饮了一杯 鸳鸣说 该宝姑娘对了 嗯,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长三 双双印子雨凉间 右边是三长 水性千锋翠带长 当中三六九点在 三山半落青天外 凑成铁锁练孤舟 处处风波,处处丑 说完,宝钗也饮了一杯 鸳鸯又说 嗯,下边该灵姑娘对了 左边一个天 带玉说 良辰美景奈何天 宝钗听了 回头看着他 带玉只顾怕法 也不理论 鸳鸯又说 中间锦瓶颜色翘 沙窗也没有红娘抱 剩了二六八点棋 双栈玉坐引朝仪 鸳鸯又说 凑成篮子 好彩花 仙帐香桃少要花 说完 带玉引了一口 鸳鸯又说 二姑娘对了 左边四五层花酒 嗯,桃花带玉浓 众人说 该罚该罚 错了印 而且又不像 鸳春笑着 引了一口 原来 是凤姐和鸳鸯 都要听 刘姥姥的笑话 故意都叫说错 都罚了 到了王夫人 鸳鸯拜说了个 下面便该是 刘姥姥了 刘姥姥说 嘿嘿嘿嘿嘿 我们庄家人闲了 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 但不如说得这么好听 嘿,傻不得 我也试试 众人都笑着说 容易说的 你只管说 不相干 鸳鸯说 姥姥听着啊 左边四四 是个人 刘姥姥听了 想了半天 说 哎 哎 是 是 是个庄家人吧 众人 哄堂笑了 贾姥笑着说 说得好 就是这么说 嘿 我们庄家人啊 不过是县城的粉色 众位别笑 鸳鸯又说 中间三次 绿配红 刘姥姥说 嗯 大火烧了 毛毛虫 众人说 哎 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粉色 鸳鸯又说 右边央丝 真好看 刘姥姥说 一个萝卜 一头蒜 众人又笑了 鸳鸯笑着说 凑成便是 一枝花 刘姥姥两只手 比着说 花儿落了 接个大窝瓜 众人都大笑起来 于是刘姥姥 吃过门杯 刘姥姥又逗趣着说 嘿嘿嘿 是告诉你吧 我的手脚子粗笨 又喝了酒 仔细失手 打了这瓷杯 有木头的杯子取鸽子来 我便失了手 掉在地下也无碍 众人听了 又笑起来 凤姐听如此说 便忙着说 果真要木头的 我就去取了来 可有一句话先说下 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 它都是一套的 定要吃便一套 才算呐 刘姥姥听了 心下颠量 我刚才不过是去话取笑 谁知它果真有 我时常在村庄 乡身大家也付过席 金杯银杯 道道也见过 从来没见过这木头杯的 嗯 是了 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 不过骗我多喝两碗 别管它 横竖这酒 蜜水似的 多喝点也不翻 刘姥姥便说 嗯 起来再商量 凤姐就叫风儿 到前面里间屋 书架子上 有十个竹根套杯拿来 风儿听了 答应着才要去 鸳鸯说 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 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 这会儿又拿了竹根子的来 倒不好看 不如把我们那里的 黄羊根儿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 灌它十下子 风家说 更好了 鸳鸯果然叫人起来 刘姥姥一看 又惊又喜 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 那大的足像个小盆子 那第十个极小的 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的 洗的是雕露奇菊 一色山水树木人物 还有草字和图印 刘姥姥说 拿了拿小的来就是了 怎么这么多呀 凤家笑着说 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脸 我们家又没有这么大量的 所以没人敢使它 姥姥尽样 好容易寻了出来 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的 刘姥姥吓得忙说 哎哟 这个不敢哪 好姑奶奶 饶了我吧 贾母薛姨妈王夫人 知道刘姥姥是上了年纪的人 经不起 忙笑的说 说是说 笑是笑 不可多吃了 只吃这头一杯吧 阿弥陀佛 我还是小杯吃吧 把这大杯烧着 我带了家去 慢慢的吃吧 刘姥姥这一番话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 奸奸无法 只得叫人满针的一大杯 刘姥姥两手捧着喝 贾母薛姨妈都说 慢些 不要呛了 薛姨妈又叫凤姐布了菜 凤姐说 姥姥要吃什么 说出个名来 我煎了喂你 我吃什么名啊 样样都是好的 贾母说 你把茄香煎些喂她 凤姐听说 就煎了些茄香 送到刘姥姥口中 姥姥 姥姥 你们天天吃茄子 也尝尝我们的茄子 弄得可口不可口 刘姥姥吃着说 嗯 嗯 别哄我了 这茄子跑出这个味来了 那我们也不用种粮食 只种茄子了 众人说 真是茄子 我们再不哄你的 刘姥姥十分诧异 嗯 真是茄子 我白吃了这半天 顾奶奶再喂我些 这一口细嚼去 凤姐儿 果真又煎了些 放到刘姥姥口内 刘姥姥细嚼了半天才说 嗯 嗯 虽有一点茄子香 这时还是不像茄子 告诉我 是个什么法子弄的 我也弄得吃去 凤姐儿说 这也不难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 把皮刨了 只要净肉 切成碎钉子 用鸡油炸了 再用鸡脯子肉 和香菌 辛笋 蘑菇 五香豆腐根 各色干果子 都切成钉子 用鸡汤微干 将香油一收 外加糟油一半 盛在瓷罐子里封盐了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用炒的鸡脯肉一半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 摇头吐舌说 哎哟 我的佛祖啊 到底谁来只鸡来配他 怪到这个味儿啊 刘姥姥一面说笑 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 还只管戏玩那杯 凤姐说 哎哟 还是不足性啊 再吃一杯吧 哎哟 了不得 那就醉死了 我因为爱这个好看 亏他怎么做出来的 鸳鸯说 酒吃完了 到底这个杯子是什么木的 刘姥姥笑着说 嘿嘿嘿 愿不得姑娘不认的 你们在这金门秀户的 如何认得木头啊 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 困了枕着他睡 罚了靠着他坐 荒年间饿了还吃他呢 眼睛里天天见他 耳朵里天天听他 口里天天讲他 所以好歹真假 我是认得的 嗯 让我认一认 一面说 一面细细端详了半天才说 哎 你们这样人家 断没有那贱东西 那容易得到木头 你们也不收着了 我颠着这杯的体重 断骨不是羊木 嗯 这一定是黄松的 众人听了 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 请问贾母 姑娘们都到了偶像县 请试下呢 就演呢 还是再等一会儿呢 贾母说 哦 可是倒忘了他们了 就叫他们演发 那个婆子答应的去了 不一时 只听得消滚悠扬 声笛并发 正知风轻气爽之时 那月声穿林渡水而来 自然使人神移心旷 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 且又有了酒 越发喜得首舞足蹈起来 宝玉过来向黛玉说 你瞧瞧刘姥姥的样子 黛玉笑着说 当日圣夜一奏 百寿晒舞 如今才一牛二 众姐妹都笑了 一会儿音乐停了 薛姨妈说 大家的酒 想也都有了 暂且出去散散再做吧 贾母也正要散散 于是大家出席 都随着贾母游玩去了 贾母应要带着刘姥姥散散 便拉了刘姥姥 到山前树下 盘缓了半场 又说给她 这是什么树 这是什么石 这是什么花 刘姥姥一一的领会 又向贾母说 哎 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 连巧儿也是尊贵的 偏着巧儿到了你们这里 她也变尊了 也会说话了 众人不解 为什么巧儿变尊了 会讲话了 刘姥姥说 嗨 那廊下金架子上 站着的绿毛红紫 就是英哥 我是认得的 那笼子里的黑老锅子 怎么又长出个凤头来 也会说话呢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一时 只见丫鬟们来请用点心 贾母说 吃了两杯酒 倒也不饿 也罢 就拿了这里来 大家随便吃些吧 丫鬟便去抬了两张小桌来 又端了两个小捧壳 揭开看时 每个盒内两样 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 一样是松嚷鹅油卷 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角 贾母问是什么馅儿的 婆子们忙回说是螃蟹馅儿的 贾母听了皱眉说 这油腻腻的 谁吃这个 又看那一样 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 也不喜欢 让薛姨妈吃 薛姨妈只捡了一块糕 贾母捡了一个卷子 只尝一尝 剩下半个递给丫鬟了 刘姨姨应见那小面果子 都玲珑剔透 便捡了一朵牡丹花样的 笑着说 哎哟 我们那里最巧的姐们 都不能搅出这么个指的来呢 我又爱吃 又舍得吃 包起家具 给他们做花样子去搭好 众人都笑了 贾母说 贾妻 我送你一坛子 你先趁热吃这个吧 别人不过捡个人爱吃的 一两样就罢了 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 而且都做得小巧 他和板儿 每样吃了些 就去了半盘子 剩的 凤姐叫给文官他们吃去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 又带了刘姥姥到龙翠安来 妙玉忙接了进去 到院中 见刮目樊上 贾母说 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 没事常常修理 比别处越发好看 一面说 一面便往东禅堂来 妙玉笑往里上 贾母说 哎 我们才都吃了酒肉 你这里头有菩萨 冲了醉过 我们就这里坐坐 把你的好茶拿来 我们吃一杯 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妙玉听了 忙去烹了茶来 宝玉留神看妙玉是怎么形式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 雕七田巾 云龙献瘦的小茶盘 里面放一个成瑶五彩小盖中 捧给贾母 贾母说 我不吃六安茶 妙玉笑着说 知道 这是老君美 贾母接了 又问是什么水 妙玉说 是去年积存的鱼生 贾母便吃了半盏 笑着递给刘姥姥说 你尝尝这个茶 刘姥姥便一口吃剂 哎 嗯 好是好 就是淡些 再熬浓些更好了 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然后众人都是 一色的官窑脱胎 甜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 衣襟一拉 两个人就随她出去 两个人就随她出去 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 只见妙玉让宝钗黛玉在耳房内 宝钗坐在榻上 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 妙玉自向风炉上山滚了水 另泡一壶茶 宝玉便轻轻地走了进来说 天你们是提几茶呢 宝钗黛玉都笑着说 你又赶了来蹭茶吃 这里并没你的 妙玉刚要去取杯 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 妙玉忙叫 把那成鸟的茶杯别收了 搁在外头去吧 宝玉会议 知道是刘姥姥吃了 妙玉嫌脏不要了 又见妙玉另外拿出两支杯来 这一支旁边有一耳 背上叼着搬袍甲三个例子 后有一行小针字是 进王凯针丸 又有宋元峰五年四月 梅山苏氏建于密府一行小字 妙玉便针了一甲 递给宝钗 那一支行似波而小 也有三个垂珠转子 刻着点溪桥 妙玉针了一桥给黛玉 仍将前番自己长日吃茶的 那支绿玉斗来针给宝玉 宝玉说 嗨 常言是法平等 他两个就用那样鼓完其真 我就是个俗气了 妙玉说 这是俗气 不是我说狂话 只怕你家里 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呢 宝玉说 哎 俗话随乡入乡 到了你这里 自然把那些金玉珠宝 一概贬为俗气了 妙玉听如此说 十分欢喜 并又找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盘球 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出来 妙玉对宝玉说 就剩了这一个了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宝玉喜得忙说 吃得了 妙玉笑着说 你虽吃得了 也没这些茶糟蹈 岂不闻一杯为品 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 三杯便是引牛引锣了 你吃这一海变成什么 说得宝柴待遇 宝玉都笑了 妙玉直呼 只向海内真的约有一杯 宝玉细细吃了 果决清纯无比 赞赏不绝 妙玉正色对宝玉说 你这早吃的茶 是托他两个的福 赌你来了 我是不给你吃的 宝玉笑着说 我深知道的 我也不领你的情 只谢他两个便是了 妙玉听了才说 这话明白 再一问妙玉 这也是去年的遗水 妙玉冷笑说 你这么个人 竟是个大俗人 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 我在玄木盘乡四住着 收着梅花上的血 供得了那一鬼脸青的 瓜翁一翁 总舍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我只吃过一回 这是第二回了 你怎么尝不出来 隔年积存的雨水 哪有这样清纯 如何吃得 带羽之妙玉 天性怪癖 不好多话 也不好多做 吃完茶 便约着宝才走了出来 宝玉对妙玉说 那茶杯虽然脏了 白料了 岂不可惜 依我说 不如就给了那瓶婆子吧 她卖了也可以度日 你说可使得 妙玉听了 想了一想点头说 这也罢了 这也罢了 幸而那杯子 是我没吃过的 若我使过 我就砸碎了 也不能给它 你要给它 我也不管你 只交给你 快拿了去吧 宝玉说 自然如此 你哪里和它说话去 又怕连你也脏了 只交给我就是了 妙玉便叫人 拿来递给宝玉 宝玉接了又说 等我们出去了 我叫几个小妖 到河里打几冬水 来洗地如何 妙玉笑着说 这更好了 只是你嘱咐他们 抬了水 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 别进门来 宝玉说 这是自然的 宝玉说着 便袖着那杯 递给贾母房中 小丫头拿着说 明日留姥姥家去 给她带去吧 交代明白 贾母已经出来 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了 妙玉也不怎么留 送出山门 回身便将门闭了 贾母因为觉得身上罚券 便叫王夫人和迎春姊妹 陪了薛姨妈去吃酒 自己便宝玉 自己便到道乡村来歇息 带贾母坐在甲母坐的踏上 叫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 又叫她垂着腿 吩咐小丫头 老太太那里有信 你就叫我 王夫人说着 也歪着睡着了 宝玉香云等 看着丫鬟们将船河搁在山石上 也有坐在山石上的 也有坐在草地下的 也有靠着树的 也有傍着水的 倒也十分热闹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 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 众人也都赶着来取笑 一时来到 醒清别墅的牌坊底下 刘姥姥说 哎哟 这里还有个大庙呢 说着便趴下磕头 众人笑弯了腰 刘姥姥说 笑什么 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 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 都是这样的牌坊 那个字就是庙的名字 众人说 你认得这是什么庙 刘姥姥便抬头指着那字说 这不是玉皇宝殿四个字啊 众人笑得拍手打脚 还要拿它取笑 刘姥姥觉得肚里一阵乱响 忙得拉着一个小丫头 要了两张纸就解一 众人又是笑 又忙叫住 这里使不得 忙叫一个婆子 带了东北脚上去了 那婆子指了个地方 便乐得走开歇歇去 那刘姥姥应喝了些酒 他脑子 他脑胖和黄酒不相似 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 多喝了几碗茶 不免通宿 不免通械起来 蹲了半天才晚 带走出厕所来 酒被风一吹 而且年迈之人 蹲了半天 呼一起身 只觉得眼花头血 变不出路来 四顾一望 都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 却不知哪一处 是往哪里去的了 只得阵着一条石子路 慢慢地走来 走到房舍跟前 又找不着门 再找了半天 忽见一袋竹梨 刘姥姥心里想 哎 这里也有扁豆架子 一面想 一面顺着花杖走了来 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 只见迎面忽有一袋水池 只有七八尺宽 石头气暗 里面碧波清水 刘姥姥那边去了 上面有一块白石 横架在上面 刘姥姥便渡过石去 顺着石子涌路走去 转了两个弯子 只见有一个房门 于是进了房门 只见迎面一个女孩 满面含笑地迎了出来 刘姥姥忙说 哎哟 姑娘们把我丢下了 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 说了 只觉那女孩不答话 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 咕咚一声便撞到了板壁上 把头碰得生腾 细一瞧 细瞧了一瞧 原来是一幅画 刘姥姥想 哎 原来画也有这样活脱出来的 一面想 一面看 一面又用手摸去 却是一色平的 刘姥姥点头叹了两声 一转身 才建了一个小门 门上挂着葱绿洒花软帘 刘姥姥先连进去 抬头一看 只见四面墙壁 玲珑剔透 情剑平炉都贴在墙上的 景龙沙照 金彩珠光 连地下踩的砖 都是碧绿凿花 叶巴把眼都看花了 想找门出去吧 哪里有门呢 左一架书 右一架平 刚从平后得了一门转去 哎 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了 刘姥姥诧意 忙问 哎哟 你想是见过这几日没家去 亏你找了来了 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 他亲家只是笑 不回话 刘姥姥说 哎哟哟 你好没见世面哪 见这园里的花好 你就没死活带了一逃 他亲家也不答话 刘姥姥便伸手去修她的脸 他也拿手来挡 两个人对闹着 刘姥姥一下子却摸着了 哎 但觉得那老婆子的脸冰冷挺硬的 倒把刘姥姥吓了一跳 心下忽然想起 啊 常听见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 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吧 伸手一摸再细一看 可不是 四面雕空紫坛板地将镜子嵌在中间 刘姥姥说 哎哟 这已经拦住了 如何出得去呢 一面说 一面只管用手摸 原来这镜子是西洋机关 可以开合 不宜刘姥乱摸之间 齐力巧合 便撞开了机关 掩过镜子露出门来 刘姥姥又惊又喜 卖不出来 不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杖 刘姥姥这个时候 又带了七八分醉 又走乏了 便一屁股坐在床上 只说歇歇 不承望身不由己 前仰后合的 朦胧着两眼 一歪身 就睡熟在床上了 再说众人 等刘姥姥不见 反而见没了他姥姥 急得哭了 众人都说 别是掉在茅厕里了 快叫人去瞧瞧吧 两个婆子去找 回来说没有 众人各处搜寻不见 其人想 是他醉了迷了路 顺着这一条路 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 若进了花杖子 到后房门进去 还有小丫头们知道 若不进花杖子 再往西南上去 可够他绕的了 我且瞧瞧去 习人一面响 一面回来 进了怡红院便叫人 谁知那几个房里的小丫头 一偷空玩去了 习人一直进了房门 转过几颈格子 就听得憨声如雷 忙进来 只闻见酒屁臭气 满屋一瞧 只见刘姥姥扎手无脚的 仰卧在床上呢 习人这一惊不小 慌忙赶上来 将刘姥姥没死活的推行 那刘姥姥惊醒 睁眼见了习人 连忙爬起来说 哎呀 姑娘 我该死 好歹 没弄脏了床杖吧 刘姥姥一面说 一面用手去胆 习人怕惊动了人 被宝玉知道了 只向刘姥姥摇手 不叫她说话 芒江顶内 住了三四把百合香 仍用罩子罩上 习人悄悄地收拾收拾 索喜不曾呕吐 忙悄悄地笑地说 不相该 有我呢 你随我出来吧 刘姥姥跟了习人 走到那小丫头们房中 习人叫刘姥姥坐了 又向她说 你就说 最早在山子石上 打了个盹 刘姥姥答应知道 习人又给她 倒了两碗茶吃 刘姥姥猜决酒醒了 刘姥姥问 哎 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啊 这样精致 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啊 习人微微笑地说 这个嘛 是宝二爷的卧室 那刘姥姥吓得不敢做声了 习人带着她从前面出去 见了众人 只说她在草地上睡着了 带了她来的 众人都不理会 也就罢了 一会儿贾母醒了 就在道乡村摆晚饭 贾母觉得懒懒的 也不吃饭 就做了逐一小场叫 回到房中歇息去了 叫凤姐等去吃饭 众子们又进园来 吃过饭 大家散出 那刘姥姥带着板儿 先来见凤姐说 明儿个一早 定要家去了 虽住了两三天 日子却不多 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 没吃过的 没听见过的 都惊艳了 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 和那些小姐们 连各房里的姑娘们 都这样连贫惜劳照看过 我这一回去以后啊 没别的报答 唯有请些高香 天天给你们念佛 保佑你们长令百岁的 就算我的心了 凤姐说 你别喜欢 都是为你 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 睡着说不好过 我们大姐也着了凉 在那儿发热闹 哦 老太太有年纪的人 不惯十分劳伐的 从来也没像昨儿个 那么高兴 往常也进园子逛去 不过到一两处 坐着就回来了 昨儿个因为你在这儿 要将你逛逛 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 大姐因为找我去 太太递了一块糕给她 谁知风地里吃了 就发起热来了 哎 小姐只怕不大进园子 逼不得我们的孩子 会走了 哪个坟圈子里不跑去 一则风扑了 也是有的 二则只怕她身上干净 眼睛又静 我是遇见什么神了 依我说 给她瞧瞧凶极祸福的书本子 当心碰上鬼神了 刘姥姥一句话提醒了凤姐儿 便叫平儿拿出玉侠记 叫彩宁来念 彩宁翻了一回念道 八月二十五日 病者在东南方得玉花神 用五色纸钱四十张 向东南方四十部送之大吉 凤姐儿说 果然不错 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 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 一脸叫人 请两份纸钱来 派两个人 一个给贾母送碎 一个给大吉儿送碎 果见大吉儿安稳睡了 凤姐儿说 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 经历得多 我这大吉儿时常要病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刘姥姥说 这也有的是 我为人家养的孩子 多太娇嫩 自然经不得一点委屈 在他小人家 过于尊贵了 也经不起 以后郭奶奶 手疼他写就好了 嗯 这也有理 哎 我想起来 他还没名字呢 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吧 一则借借你的寿 二则你们是庄稼人 不怕你脑到底贫苦些 你贫苦人起个名字 只怕压得住他 刘姥姥听说 便想了一想说 不知他几十生的 哎呀 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 可巧是七月初七日 这个正好 就叫他瞧姐吧 这叫做以毒攻毒 以火攻火的法子 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 她必长命百岁 日后大了 个人成家立业 我一时又不遂心的事 必然是遇难成乡 逢凶话题 却从这桥子上来 凤姐听了自是欢喜 忙道谢 只保佑他 用了你的话就好了 凤姐说着 又叫平儿来吩咐 明儿个咱们有事 恐怕不得空 这会儿闲着 你把姥姥的东西打点了 阿明儿个一早 就好走得方便了 刘姥姥盲说 哎呦不敢多破费了 已经遭扰了几天 又拿着走 越发心里不安起来了 凤姐说 也没有什么 不过随常的东西 好也罢 百也罢 带了去 你们街坊邻舍 看着也热闹些 也是上城一次 这个时候 只见平儿走来说 姥姥过这边瞧瞧 刘姥姥忙跟了平儿 到那边屋里 只见堆着半炕东西 平儿一一地 拿给刘姥姥瞧着 又说 这是昨儿给你要的 青纱一匹 奶奶另外送你一个 十笛子月白纱 做李子 这是两个剪绸 做耳裙子都好 这包袱里的是两匹绸子 年下坐着衣裳穿 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 也有你吃过的 也有你没吃过的 拿去摆碟子请客 比你们买得强些 这两个口袋 是你昨儿个装瓜果子来的 如今这一个里头 装了两斗一甜精米 熬粥是难得的 这一条里头 是园子里的果子 和各样干果子 这一包是八粮银子 这都是我们奶奶的 这两包 每包里头五十两 共是一百两 是太太给的 叫你拿去 或者做个小本买卖 或者置己母地 以后别再求情靠友的 这两件袋和两条裙子 还有四块包头 一包容线 可是我送姥姥的 衣裳虽是旧的 我也没打很穿 你要嫌弃 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 刘姥姥就念一句佛 已经念了几千生佛了 平儿说一样 刘姥姥就念一句佛 已经念了几千生佛了 又见平儿也送她这些东西 又如此谦逊 王说 阿弥陀佛 姑娘说哪里的话呀 这样的好东西 我还嫌弃 我便有银子 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 嗨 只是我怪扫的 收了又不好 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 平儿说 休说外话 咱们都是自己人 我才这样的 你放心收了吧 我还和你要东西呢 到年下 你只把你们晒的 那个灰条菜杆子 和姜豆 扁豆 茄子 葫芦条 各样干菜带下来 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 就这个算了 别的一概不要 别枉费了心 刘姥姥千恩万谢答应了 平儿说 你只管睡你个气 我替你收拾妥当了 就放在这儿 明儿可一早 打发小私门 过辆车装上 不用你费一点心的 刘姥姥姥越发感激不尽 过来又千恩万谢地辞了凤姐儿 过贾母这一边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梳洗了就要告辞 因贾母欠安 众人都过来请安 出去传请大夫 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 老妈妈请贾母进帽子去坐 贾母说 我也老了 孩子都比她大了 还怕她不成 不要放慢子 就这样瞧吧 众婆子听了 便拿过一张小桌来 放下一个小枕头 便叫人请 一时只见贾真贾莲 贾龙三个人 将王太医领来 王太医不敢走永路 只走旁街 跟着贾真到了台阶上 早有两个婆子 在两边打起帘子 两个婆子在前导饮进去 又见宝玉迎了出来 只见贾母穿着青皱绸 一斗猪的羊皮挂子 端坐在榻上 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 都拿着鹰刷树椅等部 又有五六个老妈妈 排在两旁 必杀厨后 隐隐约约 有许多穿红着绿 带饱三猪的人 王太医便不敢抬头 忙上来请了安 贾母见他穿着六瓶服色 便知是御衣了 也便含笑问 供奉好 真儿 这位供奉贵姓 贾真盲回 姓王 哦 当日太医院正堂 王军孝 好迈戏 王太医忙 躬身低头 含笑说 那是万生家 叔祖 哦 原来这样 也是市交了 贾母一面说 一面慢慢的 伸手放在小枕上 老妈妈 端着一张小方凳 连忙放在小桌前 略偏偏 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坐下 歪着头枕了半天 又枕了那只手 忙欠身低头退出 贾母说 劳动了 真儿 让出去好声看茶 是 贾真贾连 领王太医出到外书房中 王太医说 太夫人并无别症 偶感一点风凉 其实不用吃药 不过略清淡些 暖着一点就好了 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 若老人家爱吃 便暗方接一几吃 若懒得吃 也就罢了 说着 吃过茶写过方子 刚要告辞 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出来说 王老爷爷 瞧瞧我们 王太医听说 忙起身 就奶子怀中 左手托着大姐的手 右手 枕了一枕 又摸了一摸头 又将伸出舌头来瞧瞧 笑着说 呵呵呵 我要说 姐又骂我了 只要轻轻静静地 饿两顿就好了 不必吃煎药 我送丸药来 临睡时 用姜汤盐开 吃下去就是了 说完 作词而去 贾真等 拿了药方进来 回名贾母缘故 将药方放在桌上 就出去了 王夫人和李丸 凤姐 宝钗姊妹等 见大夫出去 方从厨后出来 王夫人略坐一坐 也回房去了 刘姥姥 进无事 才上来和贾母 告辞 贾母说 闲了再来 鸳鸯 好声打发 刘姥姥出去 我身上不好 不能送你 刘姥姥 道了谢 又坐此 才同鸳鸯 出来 到了下房 鸳鸯指着 炕上一个包袱说 这是老太太的 几件衣服 都是往年间 生日节下 众人孝敬的 老太太 从不穿 人家坐的 收着也可惜 却是一次 也没穿过的 昨个叫我 拿出两套 送你带去 或是送人 或是自己家里穿吧 别见笑 这盒子里 是你要的面果子 这包子里 是你前个说的药 梅花点蛇丹也有 紫金钉也有 活络丹也有 催生保命丹也有 每一样 都是一张方子包着 总包的里头了 这是两个荷包 带着玩儿吧 说着 便抽开剂子 掏出两个 必定如一的金银刻子 来给刘姥姥瞧 又说 荷包拿去 这个留下给我吧 刘姥姥 一喜出望外 早又念了几千声佛了 听鸳鸯如此说 便说 哎 姑娘只管留下吧 鸳鸯见刘姥姥信以为真 便又给她装上 哼你玩儿呢 我又好些呢 留着年夏给小孩子们吧 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瑶忠子来递给刘姥姥 这是宝儿爷给你的 哎哟 阿弥陀佛 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我哪一世修了来的今儿这样啊 刘姥姥说着便接了过来 鸳鸯说 前个我叫你洗澡 换的衣装是我的 你不嫌弃 我还有几件 也送你吧 刘姥姥又忙道谢 鸳鸯果然又拿出两件来给她包好 刘姥姥又要到园中瓷蟹宝玉和众姥王夫人等去 鸳鸯说 不用去了 他们这会儿也不见人 回来我替你说吧 闲了再来 又叫了一个老婆子吩咐 二门上叫两个小丝来 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出去吧 婆子答应了 又和刘姥姥到凤姐那边一起拿了东西 在脚门上叫小丝们搬了出去 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 再说宝钗等吃过早饭 又到贾母处问过安 回员到分路的时候 宝钗便叫住带玉 平儿 跟我来 有一句话问你 带玉便随了宝钗来到恒无缘中 进了房 宝钗便坐了 笑着说 你跪下 你跪下 我要审你 带玉不解何故 笑着说 你瞧瞧宝丫头疯了 审问我什么 好个千金小姐 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 满嘴说的是什么 你只识说便罢 带玉不解 只管发笑 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 口里只说 我何曾说什么 你不过要捏我的错罢了 你倒说出来我听听 宝钗笑着说 你还装哈 做个行酒令 你说的是什么 我竟不知哪里来的 带玉一想 才想起做个诗语简典 把那牡丹亭西乡记中的说了两句 布局红了脸 便上来搂着宝钗说 好姐姐 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 你交给我 再不说了 我也不知道 听你说的怪声的 所以请教你呀 好姐姐 你别说给别人 我以后再不说了 宝钗见带玉羞得满脸飞红 满口央告 便不再往下追问了 只拉着带玉坐下吃茶 慢慢地告诉带玉 哎 你当我是谁 我也是个淘气的 从小七八岁上 也够个人缠的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 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先是人口多 姊妹弟兄都在一处 都怕看重顶书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 也有爱词的 像这些西乡 琵琶 缘人百种 无所不有 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 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 后来大人知道了 打的打 骂的骂 烧的烧 才丢开了 所以咱们女孩家 不认得 刺得到好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 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 何况你我呢 就连作诗写字等事 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们读书名理 富国志民这便好了 只是如今并不听见 有这样的人 读了书倒更坏了 只是书误了他 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 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 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你我只该做些 针线纺织的事才是 偏又认得了字 既认得了字 不过剪那些正经的 看也罢了 最怕见了些杂书 移了性情 就不可救了 一席话 说得黛玉垂头吃茶 心下暗服 只有答应 是的一字 再说黛玉 每年到春分秋分之后 必犯咳嗽 今年秋天 又遇见贾母高兴 多游玩了两次 未免过于牢了神 近日又咳嗽起来 觉得比往常又重了 所以总部出门 只在自己房中休养 一天 宝钗来看望黛玉 应说起这病症来 宝钗对黛玉说 这里走的几个太医 虽还都好 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 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 治好了岂不好 每年间闹一春一笑 又不老又不小 成什么 不是个常法 不中用 我知道我这样的病是不能好的了 岂别说病 只论好的日子 我是怎么刑警就可知了 可正是这话 古人说 食骨折生 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 也不是好事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也不是人力可降的 今年比往年 反觉又重了些是的 黛玉说话之间 已咳嗽了两三次了 宝钗又说 昨个我看你那药方上 人参肉贵绝得太多了 虽说义气补神 也不宜太热 依我说 先以瓶肝健胃为药 肝火一瓶 胃气无病 饮食就可以养人了 每天早起 拿上等燕窝一两 冰糖五前 用银吊子熬出粥来 若吃惯了 比药还强呢 最是滋阴补气的 哎 宝姐姐 你素日待人 固然是极好的 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 只当你心里藏尖 从前日你说 看杂数不好 又劝我那些好话 竟大感激你 往日竟是我错了 实在悟到如今呢 细细算来 我母亲去世的早 又无兄弟姊妹 我长了今年十五岁 竟没一个人 向你前日的话教导我 愿不得云丫头说你好 我往日见云丫头赞你 我还不受用呢 昨个我亲自经过 才知道了 比如 若是你说了那个 我再不轻放过你的 你竟不介意 反劝我那些话 可知我竟自悟了 若不是琴儿个看出来 今儿个这话再不对你说的 你方才说 叫我吃燕窝粥的话 虽然燕窝易得 但只因我身上不好了 每年犯这个病 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去处 请大夫熬药 人身肉贵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 这会儿我又兴出新闻来 熬什么燕窝粥 老太太太太 凤姐姐这三个人 便没话说 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 为您不嫌我太多事了 你看这里这些人 因见老太太多疼了 宝玉和凤丫头两个 他们尚虎是单单 背地里言三语四的 何况于我 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的正经主子 原是无依无靠 投奔了来的 他们已经多闲着我了 如今我还不知进退 何苦叫他们咒我呢 宝钗说 这样说 我也是和你一样啊 宝姐姐 你如何比我 你又有母亲 又有哥哥 这里又有买卖土地 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的 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 白住了这里 你用大小事情 又不占他们一文半个 要走就走了 我是一无所有 赤串用度 一草一纸 都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 那些小人 岂有不多闲的 将来 也不过多费的一副嫁妆罢了 如今也愁不到这里啊 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 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 你烦难为取笑 虽然是取笑 却也是真话 你放心 我在这里一日我和你消遣一日 你有什么委屈烦难 只管告诉我 我能解的 自然替你解一日 哎 我虽有个哥哥 你也是知道的 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 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你也是个明白人 何必做司马牛之探 被没有兄弟而伤心呢 你刚才说的也是 多一事 不如省一事 我明儿给家去和妈妈说了 只怕我们家里还有燕窝呢 给你送几两 每天叫丫头们熬了粥 又便宜 又不经之动众的 宝姐姐 东西是小 难得你多情如此 哎呀 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 只愁我人人跟前 失以应后罢了 只怕你烦了 我且气了啊 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吧 宝钗答应着便去 宝钗走了之后 带已喝了两口西粥 仍然歪在床上 不想日未落时 天就变了 熙熙历历下起雨来 秋林迈迈 阴晴不定 那天渐渐的黄昏 且阴的尘黑 加上那雨滴烛烧 更觉凄凉 带一只宝钗不能来了 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 却是岳府杂稿 有秋归苑 别离苑等次 带已不觉心有所感 也不禁写成 带别离一首 你春江花月夜之格 题词名为秋窗风雨昔 这首词写的是 秋花惨淡 秋草黄 耿耿耿秋灯 秋夜长 一绝秋窗秋不尽 那看风雨 住凄凉 住秋风雨来何夙 惊破秋窗秋梦绿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平移泪竹 泪竹遥遥若短情 千愁照恨动离情 谁家秋远 谁家秋怨无风入 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亲不耐秋风立 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销卖卖卖卖 复搜搜 冬前四半离人气 寒烟小院转萧条 书竹虚窗 十滴立 不知风雨 几时休 以叫泪洒 窗沙 湿 这首词 表现了林黛玉 病情加重之后 感到寄人篱下 孤单无依 更加忧郁消沉的心情 黛玉银霸歌笔 才要安寝 丫鬟抱说 宝儿也来了 一语未完 只见宝玉头上 带着个大若栗 身上披着缩衣 黛玉不觉笑了 哪里来的遗翁 宝玉盲问 今儿个好些了 吃了药没有 今儿个一日吃了多少饭 宝玉一面说 一面摘了粒 脱了缩衣 忙一手举起灯来 一手遮住灯光 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 曲着眼 细瞧了一瞧 嗯 今儿个气色好了些 曲着眼 细瞧了一瞧 嗯 今儿个气色好了些 黛玉看宝玉脱了缩衣 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 借着绿汗金子 膝下露出油绿丑洒花裤子 底下是掐紧满袖的棉纱袜子 踏着蝴蝶落花鞋 黛玉问宝玉 上头怕雨 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 也倒干净 宝玉笑着说 我这一套是全的 还有一双唐木鸡 才穿了来拖着狼眼上了 黛玉又看那缩衣斗笠 不是寻常市面上卖的 十分细致轻巧 就问宝玉 是什么草编的 难怪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 这三样都是北京王送的 他闲长下雨的时候 在家里也是这样 你喜欢这个 我也弄一套来送你 别的都罢了 唯有这斗笠有趣 竟是活的 上头的这顶是活的 冬天下雪 戴上帽子 就把竹心子抽了 去下顶子来 只剩了这圈子 下雪的时候 难你都带的 我送你一顶 冬天下雪带 我不要她 带上那个 成了画上画的 和戏上办的姨婆了 戴玉才说了出来 便想起这话 没有细想 和她刚才说宝玉 像渔翁的话相连了 后悔不及 羞得满脸飞红 浮在桌上 咳咳不住 宝玉却没留心 只见岸上有诗 便拿起来看了一遍 又不禁叫好 戴玉听了 忙起来躲在手内 向灯上烧了 宝玉说 我已经背熟了 烧也无碍 戴玉说 我也好了 喜多了 谢你一天来 几次瞧我 下雨还来 这会儿夜深了 我也要歇着 你且请回去 明儿再来吧 宝玉听说 回首向怀内 掏出 核桑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 瞧了一瞧 那针 已止到虚莫骇出之间了 忙又揣了说 原该歇了 又扰得你劳了半日神 宝玉说着 劈缩戴笠出去了 又反正 又反正进来问 你想什么吃 告诉我 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 岂不比老婆 这么说得明白 等我夜里想着了 明儿早起告诉你吧 你听 雨夜发紧了 快去吧 可有人跟着没有 有两个婆子答应说 有人 外面拿着伞 点着灯笼呢 大义问宝玉 这个天点灯笼 嗯 不相干 是明瓦的 不怕乙 大乙听说 回首向书架上 把个玻璃锈球灯 拿了下来 叫点了一只小蜡烛 递给宝玉 这个比那个量 正是仪里点的 哦 我也有这么一个 怕他们尸脚滑倒打破了 所以没点来 跌了灯之前 跌了人之前呢 你又穿不惯木鸡子 那灯笼让他们前头照着 这个又轻巧又亮 原是仪里自己拿着的 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 岂不好 明儿个再送来 就失了手也有限的 怎么忽然又变出 这抛腹藏猪的脾气来了 宝玉听说 连忙接了过来 前头两个婆子 打着伞提着明瓦灯 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 打着伞 宝玉便将这个灯 递给一个小丫头捧着 宝玉扶着那小丫头的肩 一起去了 这个时候 横无缘的一个婆子 也打着伞提着灯 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 还有一包子 结粉梅片雪花洋糖 婆子说 这比买得强 我们姑娘说了 林姑娘先吃着 吃完了再送来 嗯 回气说 费心了 代义又叫婆子外头 坐了吃茶 婆子笑着说 不吃茶了 我还有事呢 我也知道你们忙 如今天又凉 夜又长 越发该会个业绩 痛度凉场了 不瞒姑娘说 今年我大沾光了 横竖每夜各处 有几个上夜的人 雾了羹也不好 不如会个夜局 又做了羹 又结妹 今儿个又是我的头家 如今圆门关了 就该上场了 难为你了 雾了你发财 贸易送来 代义又叫人 给那婆子几百钱 大些酒吃 逼逼语气 那婆子笑着说 又破费姑娘赏酒吃了 婆子磕了一个头 外面接了钱 打散去了 子涓收起燕窝 然后一灯下帘 服侍黛玉睡下 黛玉自在枕上 赶孽宝钗 一时又羡慕 宝钗玉有母胸 一面又想 宝一岁素席和睦 终有嫌疑 又听见窗外 竹梢胶叶之上 雨声犀利 清寒透目 不觉又滴下泪来 直到四更天 才渐渐地睡了 这里且说 有一天凤姐儿 见邢夫人叫她 不知何事 忙穿戴了一番 坐车过来 邢夫人将房内人叫出去 悄悄地向凤姐儿说 叫你来不为别事 有一件为难的事 老爷托我 我不得主意 先和你商议 老爷因看上了 老太太的鸳鸯 要她在房里 叫我和老太太讨去 我想 这倒平常有的事 只是怕老太太不给 你可有法子 凤姐听了 忙说 依我说 竟别碰这个钉子去 老太太离了鸳鸯 饭也吃不下去的 哪里就舍得了 况且平日说句闲话来 老太太常说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做什么 左一个小老婆 右一个小老婆 放在屋里 没得耽误了人家 放着身子不保养 官儿也不好声做去 乘着就和小老婆喝酒 太太听听这话 很喜欢咱们老爷呢 这会儿回避还回避不及呢 倒拿着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去了 太太别脑 我是不敢去的 您放着不中用 而且反昭出个没意思来 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行事不妥 太太该劝劝才是啊 比不得年轻 做这些事无碍 如今兄弟 侄儿子 孙子一大群了 还这么闹起来 怎么见人呢 行夫人冷笑说 大家子 三房四妾的也多 偏咱们就使不得 我欠了也未必一 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 这么胡子苍白了 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 要了做房里人 也未必好驳回的 我叫了你来 不过商议商议 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 也有叫你去的灵 自然是我说去 你倒说我不去 你还不知道你老爷的性子的 劝不成先和我闹了 凤姐知道 行夫人秉性余弱 只知凤臣假设已自保 此则拦起财祸为自得 家下一英大小事物 都有假设摆布 凡出入银钱事物 一经行夫人的手 便刻扣异常 以假设浪费为名 说什么 须得我从中绳俭 方可长补 而你奴仆 一人不靠 一言不听的 如今凤姐又听行夫人 如此的话 便知她又固执几件 劝了不中用 凤姐盲陪笑说 太太这话说得极是 我能活了多大 知道什么轻重 想来父母跟前 别说是一个丫头 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 不给老爷给谁呀 背地里的话哪里信的 我竟是个呆子 连二爷 我有日得了不是 老爷太太恨得那样 恨不得立刻拿了一下子打死 到见了面也罢了 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上 如今老太太带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 哎 依我说老太太今儿个喜欢 要逃今儿个就逃去 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 等太太过去了 我搭讪着走开 把屋里的人也带开 太太好和老太太说 给了更好 不给也没妨碍 众人也不知道 行夫人见凤姐这般说 便又喜欢起来 又告诉凤姐 我的主意 先不和老太太要 老太太要说不给 这事儿便死了 我心里想着 先悄悄地和鸳鸯说 她虽害臊 我细细地告诉了她 她自然不言语就妥了 那时候再和老太太说 老太太虽不一 割不住鸳鸯自己愿意 常言人去不中流 自然这就妥了 哎呀 到底是太太有志谋 这是千妥万妥的 别说是鸳鸯 凭她是谁 哪一个不想巴嘎望上 不想出头的 这半个主子不做 倒愿意做个丫头 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 嗯 正是这个话了 别说鸳鸯 就是那些直视的大丫头 谁不愿意这样呢 你先过去 别露一点风声 我吃了晚饭就过来 凤姐心里暗响 鸳鸯素席是个极有兴凶气性的丫头 可虽如此说 保不严 她愿意不愿意 我先过去了 太太后过去 若鸳鸯医了 便没话说 躺过不医 太太是个多疑的人 只怕怀疑我走了风声 是她拿枪做事的 这个时候 太太又见用了我的话 恼羞成怒 拿我出去气来倒没意思 不如同着一起过去了 她依也罢不依也罢 就移不到我身上了 凤姐想着 就对邢夫人说 刚才临来 教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鸳鸳 我吩咐他们闸了 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过来的 我刚才进大门的时候 见小子们抬车 说太太的车拔了缝 拿去收拾去了 不如这会儿坐了我的车 一起过去当好 邢夫人听了 便叫人来换衣服 凤姐忙着服饰了一回 娘儿两个坐了车过来了 凤姐又说 太太过老太太那儿去 我若跟了去 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呢 倒不好 不如太太先进 我脱了衣裳再来 邢夫人听了有礼 便自望贾母处 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 便出来假托到王夫人房里去 从后门出去 打鸳鸯的卧房前过 只见鸳鸯正坐在那里坐针线 见了邢夫人忙站起来 邢夫人说 做什么呢 我瞧瞧 你扎的花越发好了 一面说 一面便接过鸳鸯手内的针线 瞧了一瞧 只管暂好 放下针线 又浑身的打量 只见鸳鸯穿着半新的藕合色领袄 轻断掐牙背心 下面水绿裙子 风腰削背 鸭袋脸面 乌油头发 高高的鼻子 两边塞上 微微的几点雀斑 鸳鸯见邢夫人这般看她 心里倒不好意思起来 不觉诧异 就问 太太 这会儿不早不晚的 过来做什么 邢夫人使个眼色 跟得人退出 邢夫人便坐下 拉着鸳鸯的手笑着说 我特来给你倒戏来了 鸳鸯听了 心中一猜着三分 不觉红了脸 低了头 不发一言 邢夫人说 你知道 你老爷跟情儿 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心里要再买一个 又怕那些人贩子家出来的 不干不净 也不知道毛病 买了来家 三日两日 又要弄鬼吊猴的 在蛮府里 要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 又没个好的 不是模样不好 就是性子不好 有了这个好处 没了那个好处 因此冷言显了半年 这些女孩子里头 就指你是个家儿 模样 行事做人 温柔可靠 一概是齐倦的 意思要和老太太 讨了你去 收在屋里 你比不得外头新买的 你这一进去了 进了门就开了脸 就封你做姨娘 又体面 又尊贵 你又是个要强的人 所以说的 金子忠德 金子坏 谁知竟被老爷 看中了你 如今这一来 你可碎了 素日至大 心高的愿了 也堵一堵 那些闲你的人的嘴 跟了我回老太太去 行夫人说着 拉了鸳鸯的手 就要走 鸳鸯红了脸 夺手不走 行夫人知道 鸳鸯害臊 又说 这有什么臊的地方 你又不用说话 只跟着我就是了 鸳鸯只低了头 不动身 行夫人见她这般 便又说 难道你不愿意不成 若果然不愿意 可真是个傻丫头了 放着主子奶奶不做 倒愿意做丫头 三年两年 不过配上个小子 还是奴才 你跟了我们去 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 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 老爷带你们又好 过一年半载 生下个一男伴女 你和我就并肩了 家里人 你要使唤谁 谁还不动 现成主子不做 去错过这个机会 后悔就迟了 鸳鸯只管低了头 仍是不语 行夫人又说 你这么个爽快人 怎么又这样扭捏起来了 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 只管说给我 我管你 碎心如意 就是了 鸳鸯仍然不语 行夫人又笑着说 哦 想定你有老子娘 你自己不肯说话 怕丧 你等他们问你 这也是理儿 让我问他们去 叫他们来问你吧 有话只管告诉他们 行夫人说完 便到凤姐房中来了 凤姐早换了衣服 因房内无人 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 平儿也摇摇头 据我看 此事未必妥 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 听鸳鸯的主意 未必是肯的 也只说着瞧罢了 凤姐说 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 依了还可 若不依 白讨个没趣 当着你们 岂不脸上不好看 你去说给婆子们 扎鸳蠢 再有什么配携呀 预备吃饭 你且别处逛逛去 姑娘这去了再来 平儿听说 照样传给婆子们 便逍遥自在地 往园子里来了 这里鸳鸯 见行夫人去了 必在凤姐房里商议去了 必定有人来问她的 不如躲了这里 就找了琥珀说 老太太要问我 只说我病了 没吃早饭 往园子里逛逛就来 琥珀答应了 鸳鸯也往园子里来 各处游玩 不想正遇见平儿 平儿应见无人 就笑着说 新姨娘来了 鸳鸯听了 便红了脸说 难怪你们串通一切来算计我 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 平儿听了 自毁失言 便拉着鸳鸯到枫树底下 坐在一块石头上 干脆把刚才凤姐过去回来 所有的刑警言辞 自始至终的都告诉了鸳鸯 鸳鸯红了脸 向平儿冷笑说 哼 我只是想 这是咱们好 比如席人 琥珀 素云子涓 菜侠 玉串 涉与 翠末 跟了史姑娘去的翠里 死了的可人和金串 去了的欠血 连上你我 这十来个人 从小什么话不说 什么事不做呢 这如今都大了 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而我心里还是照惊 有话有事 并不瞒你们 这话 我且放在你心里 别和你二奶奶说 别说大老爷 要我做小老婆 就是太太这会儿死了 她三枚六拼的 娶我做大老婆 我也不能去 平儿刚要说话 只听山石背后 哈哈的笑着说 好个没脸的丫头 亏你不怕牙尘 平儿鸳鸳听了 不眠吃了一惊 忙起身 向山石背后找寻 不是别个 却是席人 笑着走了出来 什么事情 告诉我 平儿又把刚才的话说了 席人说 真正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 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 略平头正脸的 他就不放手了 平儿说 你既不愿意 我教你个法子 不用费事就完了 鸳鸯说 什么法子 你说了我听 你只和老太太说 就说已经给了莲儿爷了 大老爷就不好要了 鸳鸯说 什么东西 你还混说的 前个你主子 不是这么混说的 谁知用到今儿个了 席人说 他们两个 你都不愿意 我就和老太太说 叫老太太说 把你已经许了宝意了 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 鸳鸯又是气 又是扫 又是急 两个蹄子 不得好死的 人家又为难的是 拿着你们当正经人 告诉你们替我排解排解 你们倒替换着取笑 哼 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 将来都是做姨娘的 据我看 天下的事未必都碎心如意 你们且收着心 别特乐过了头了 两人见鸳鸯极了 忙陪笑秧告说 好姐姐 别多心 咱们从小都是亲子妹一般 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 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 也好放心啊 什么主意 我只不去就晚了 平儿摇摇头说 你不去未必得甘休 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 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 也要出去的 那时候落了她的手 倒不好了 铁说平儿对鸳鸯说 你不去未必得甘休 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 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 也要出去的 那个时候落了她的手 倒不好了 鸳鸯冷笑说 哼 老太太再一日 我一日不离这儿 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 她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 没个娘才死了 她先弄小老婆的 等过三年 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 那时候再说 总到了至极为难 我剪了头发做锅子去 不然还有一死 一辈子不嫁男人 又怎么样 乐得干净呢 平儿席人都笑着说 真正这蹄子没了脸 越发信口都说出来了 哼 事到如此 扫一会儿又怎么样 你们不信 慢慢地看着就是了 太太太才说了 找我老子娘去 我看她南京找去 平儿说 你的父母都在南京 看房子没上来 终究也寻得着啊 现在还有你哥哥 嫂子在这里 哎 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 不如我们两个人 是单在这里的 家生女儿怎么样 牛不吃水强暗头 我不愿意 难道杀了我老子娘 不成 鸳鸯正说着 只见她嫂子 从那边走来了 席人说 当下找不着你的爹娘 一定是和你嫂子说了 鸳鸯说 这个仓妇 专管的是九国贩骆驼的 听了这话 她有个不奉承去的 说话之间 她嫂子一来到了跟前 她嫂子说 哎哟 哪里没找到 姑娘跑到这儿来了 你跟我来 我和你说话 平儿席人都忙让座 她嫂子说 姑娘们请坐 我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席人平儿都装着不知道 笑着说 什么话这么忙啊 我们这儿猜你儿呢 等猜了这个再去 鸳鸯说 什么话 你说吧 你跟我来 到那儿我告诉你 横叔有好话 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个话 哎哟 姑娘既知道了还奈何我 快来 我细细地告诉你 可是天大的喜事呢 鸳鸯听说 力气身来 照她嫂子脸上 实际地催了一口说 什么好话 什么喜事 难怪成日家 羡慕人家的女儿 做了小老婆 一家子都站着她横行霸道的 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 看得眼热了 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 我若得脸呢 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 自己就封自己是旧业了 我若不得脸败了呢 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 生死要我 鸳鸯一面骂一面哭 平儿习人拦着劝 她嫂子脸上下不来 就说 哎呀 愿意不愿意 你好说嘛 不犯着千三挂四的 所以说 当然人别说短话 姑奶奶骂我 我不敢还言 这两位姑娘 并没有惹着你啊 小老婆长 小老婆短的 人家脸上 怎么过得去啊 习人平儿忙说 你倒别这么说 她也并不是说我们 你倒别千赞挂四的 你听见哪位太太太也封我们做小老婆了 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 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 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 我们犯不着多心 鸳鸯说 他见我骂了他 他臊了 没得盖脸 又拿话挑唆你们两个 幸亏你们两个明白 眼是我急了 也没分别出来 他就挑出这个空来了 他嫂子自觉没气 赌气去了 鸳鸯气得还骂 平儿席人劝了一回 方才罢了 平儿问席人 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的 我们竟没有看见你 席人说 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 瞧我们宝儿爷去的 谁知迟了一步 说是回家来了 我疑惑怎么不遇见呢 想要往灵姑娘家里找去 又遇见她的人说也没去 我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 可巧你从那来了 我一闪你也没看见 后来鸳鸯又来了 我从这树后头走到这山子时候 却见你们两个说话来了 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 一语未了 又听见身后笑着说 四个眼睛没见你 你们六个眼睛就没见我 三个人吓了一跳 回身一看 但不是别个正是宝玉走来 席人问宝玉 叫我好找 你哪里来 我从四妹妹那里出来 迎头看见你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找我去的 我就藏起来哄你 看你低着头过去了 进了院子就出来了 逢人就问 我在那里好笑 只等你到了跟前吓你一跳的 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 我就知道你也是要哄人了 我探头望前看了一看 却是平儿鸳鸯两个 所以我就绕到你身后 你出去 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 平儿笑着说 咱们再往后找找去 只怕还找出两个人也未可知呢 宝玉笑着说 这可再没了 鸳鸯知道 话都被宝玉听见了 只扶在石头上装睡 宝玉推推鸳鸯 这石头上冷 咱们回房里去睡 岂不好 说着拉起鸳鸯来 又让平儿来家做吃茶 平儿和席人都劝鸳鸯走 鸳鸯才力气伸来 四人往衣红院来 刚才的话 宝玉都听见了 心中着实地替鸳鸯不快 只默默地歪在床上 任他三个人在外间说笑 那边邢夫人问凤姐鸳鸯的父母 凤姐说 他爹的名字叫金采 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 从不大上京 他哥哥金文祥 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败 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 江洗的头 邢夫人便派人叫了他嫂子 金文祥媳妇来 细细地说给他 金家媳妇自始喜欢 高高兴兴地来找鸳鸯 指望一说必妥 不想被鸳鸯抢白了一顿 又被习人平儿说了几句 休脑回来 便对邢夫人说 不中用 鸳鸯爸骂了我一场 因为见凤姐儿在旁边 他不敢提平儿 只说 习人也帮着他抢白我 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 回不得主子的 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吧 两个小蹄子也没那么大福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造化 邢夫人听了说 这和习人什么相干 他们如何知道的 还有谁在跟前 还有平儿 还有平姑娘 凤姐忙说 你不敢拿嘴巴的打他回来 我一出了门 平儿就逛去了 回家来连个影儿也摸不着他 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 哦 平姑娘没在跟前 远远地看着倒像是他 凤姐便叫人 快叫了平儿来 告诉他我来家了 太太也在这儿 请他来帮个忙 风儿忙上来回道 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字 请了三四次 平姑娘才去了 奶奶才进门 我就去叫她去了 可林姑娘说 告诉你奶奶 我烦她有事呢 凤姐听了才罢 还故意地说 天天烦她 有些什么事啊 刑夫人没办法 吃了饭回家 晚间告诉了贾舍 贾舍想了一想 即刻叫贾连来说 南京的房子 还有人看着 不止一家 即刻叫上金彩来 贾连说 上次南京来信 金彩已经得了谭迷心窍 那边连棺材银子都赏了 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呢 便是活着 人是不知 叫来也没用 他老婆子又是个笼子 贾舍听了 骂了一声 混账 天你这么知道 还不离了我这儿 吓得贾连退出 一时又叫传经文响 贾连在外书房伺候着 又不敢家去 又不敢见他父亲 只得听着 一时金文响来了 小妖们直带入二门里去 隔了五六顿饭的功夫 才出来去了 贾连暂且不敢打听 隔了一会儿 又打听得贾舍睡了 方才回来 到晚间 凤家告诉他 他才明白 再说鸳鸯一夜没睡 到第二天 他哥哥回贾母 要接鸳鸯回家去逛逛 贾母答应了 叫鸳鸯回去 鸳鸯想不回去 又怕贾母疑心 只得勉强出来 他哥哥 只得将贾舍的话 说给鸳鸯听 又讲怎么体面 又怎么当家做姨娘 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 他哥哥没办法 少不得去回复了贾舍 贾舍弃脑起来说 哼 我这话告诉你 叫你女人向他说去 就说我的话 自古嫦娥爱少年 他必定嫌我老了 大爷他恋着少爷们 嗯 多半是看上了宝衣 只怕也有贾连 若有此心 叫他早早的歇了心 我要他不来 此后谁还敢收 这是一件 第二件 想着老太太疼他 将来自然往外 聘做正头夫妻去的 叫鸳鸯细想 凭他嫁到谁家去 也难出我的手心 除非鸳鸯死了 或是终身不嫁男人 我就服了他 若不然时 叫他趁早回心转意 有多少好处 假设说一句 金文祥应一声 是 假设又说 你别哄我 我明儿个还打发太太 过去问鸳鸯 你们说了他不医 便没有你们的不是 若问他 他在医了 仔细你的脑袋 金文祥忙硬了又硬 退出回家 也不等地告诉他女人转说 经自己对鸳鸯 面说了这话 把个鸳鸯气得 无话可回 想了一想便说 便愿意去 也须得你们带了我 回生老太太去 他哥嫂听了 只当回想过来 都喜之不胜 他嫂子 即刻带了鸳鸯 上来见贾母 可巧王夫人薛姨妈 李丸凤姐 宝钗等姊妹 和外头的几个执事 有头脸的媳妇 都在贾母跟前凑气呢 鸳鸯喜之不尽 拉了他嫂子 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面哭 一面说 把刑夫人怎么来说 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 今儿给他哥哥又如何说 说了一遍 鸳鸯又说 因为不一 方才大老爷 越发说我练着宝义 不然要等着万外聘 我就到了天上 这一辈子 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 终究要报仇 我是横了心的 当着众人在这儿 我这一辈子 别说是宝义 便是宝金宝银 宝天王宝皇帝 横是不嫁人就完了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 我一刀子磨死了 也不能从命 若有造化 我死在老太太之先 若没造化 该讨吃的命 不是老太太归了心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 我或是寻死 或是剪了头发 当泥骨去 若说我不是真心 暂且拿化了织物 日后再突别的 天地鬼神 日头夜亮 照着嗓子 从嗓子里长电 原来鸳鸯一进来的时候 便在袖子里带了一把剪子 一面说着 一面左手打开头发 右手便脚 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 一剪下半柳来了 众人看时 幸而她的头发极多 脚都不透 连忙替她挽上 贾母听了 气得浑身乱战 口内只是说 我 我通共 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 他们还要来算计 贾母见王夫人在旁 便向王夫人说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 外头孝敬 暗地里盘算我 有好东西也来要 有好人也要 剩了这么个毛丫头 见我带她好了 你们自然气不过 弄开了她 好摆弄我 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还一眼 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 反不好劝了 李丸一听见鸳鸯的话 早带了姊妹们出去了 探春是个有心的人 向王夫人虽有委屈 如何改变呢 薛姨妈也是亲子妹 自然也不好变的 宝钗也不变为姨母变 李丸凤姐宝玉 一概不敢变 这正是用着女孩知识 迎春老是西春小 因此窗外听了一听 探春便走进来 陪笑向贾母说 这事儿太太什么相干 老太太想一想 也有大摆子要是屋里的人 小婶子如何知道呢 话没说完 贾母就笑着说 哎呀呀 可是我老糊涂了 姨太太别笑话我 你这个姐姐她急笑声我 不像我那大太太 一味怕老爷 婆婆跟情不过硬紧 哎 可是委屈了她 薛姨妈只答应是 又说 老太太偏心 多疼小儿子媳妇 也是有的 哎 不偏心 宝玉 我错怪了你娘 你怎么也不提我 看着你娘受委屈 难道我骗着娘 说大爷大娘不成 通共一个不是 我娘在这里不认 却推谁去 我倒要认识我的不是 老太太又不信 这也有理 你快给你娘跪下 你说太太别委屈了 老太太有年纪了 看着宝玉吧 宝玉听了 忙走过去便跪下要说 王夫人忙笑着拉宝玉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断呼使不得 难道你替老太太 给我赔不是不成 宝玉听说 忙站起来 贾母又说 凤姐也不提我 哎哟 我倒不怕老太太的不是 老太太倒行上我了 贾母听了 和众人都笑着说 这可急了 倒要听听这不是 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 调理的水葱似的 这么愿的人要 我幸亏是孙子媳妇 若是孙子 我早要了 还等到这会儿呢 哎哟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自然是老太太不是了 好 这样 我也不要了 你带了去吧 嗯 等着休了这辈子 来生脱生男人 我再要吧 你带了去 给莲儿放在屋里 看你那没脸的公公 还要不要了 莲儿不配 就只配我和平儿 这一对烧胡了的卷子 和他混吧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 这个时候丫鬟回说 大太太来了 王夫人忙迎了出去 原来那行夫人还不知道贾母已知道鸳鸯之事 正还要来打听信息 进了院门 早有几个婆子悄悄地回了她 她才知道 想要回去 里面也知道了 又见王夫人接了出来 少不得进来 先向贾母请安 贾母一声不言语 行夫人自己也觉得愧回 凤姐儿早见了一事回避了 鸳鸯也自己回房去生气 薛姨妈王夫人等 怕爱着行夫人的脸面 也都渐渐地退了 行夫人且不敢出去 贾母见无人才说 我听见 你听你老爷说美来了 你倒也三从四得 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 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 你还怕他 劝两句都使不得 还由着你们老爷信闹 行夫人满面通红说 我劝过几次不一 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呢 我也是不得也 他逼着你杀人 你也杀去 如今你也想想 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 又生得多病多痛 上上下下 那不是他操心 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 也是天天丢下爬弄扫帚 翻摆事情 我如今都自己捡了 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处 有鸳鸯 那孩子还心细一些 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 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 该听什么他就杜空告诉他们天了 鸳鸯再不这样 他娘两个里头外头 大的小的 哪里不忽略一劲半劲啊 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 还是天天盘算和你们要东西去 我这屋里有的没的剩了他一个 年纪也大些 我凡做事的脾气性格他还知道些 二则他还投主子们的圆法 也并不指着我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 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 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 他说什么 从你小沈和你媳妇起 到家下大大小小没个不信的 所以不单我抵靠 连你小沈媳妇也都赏心呢 我有了这么个人 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 我也不得缺了 也没气可生了 这会儿他去了 你们弄个什么人来窝石呢 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珍珠的人来 不会说话也没用 我说话也没用